什么叫做周公之礼啊 周公到底做了啥 要把夫妻之间的那些事 称之为周公之礼呢 周公这个人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起码周公解梦应该听说过 对吧 在古代呢 人身有四大喜事 九汉风干陵 他乡遇故事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那古人 为什么要把洞房花竹叶 称之为周公之礼呢 周公是什么人呢 他是周五王的弟弟 叫做鸡蛋 不是鸡蛋啊 他跟江子牙 是周五王的左膀右臂 周五王死了以后 陈王的年纪太小 所以周公就代理国阵 等陈王长大以后呢 立刻退位还阵 你看 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公辅城王 他退下来以后啊 并没有种花养草 还继续的发挥余热 制作礼乐 搞各种的典章制度 规定各种的礼法 那夫妻前的那点事 一定要有规定 因为在西州的初期 民间的婚俗啊 混乱不堪 什么先上车后买票 奉子成温 比现在的还要乱 那周公啊 就开始亲自的制定利益 让结婚呢 成为了一种 庄严而神圣的仪式 他规定呢 有七种环节 比如说 纳采 问明 纳吉 纳针 请妻 亲吟 还有敦伦 一共是七个环节 可老百姓不懂什么意思啊 怎么办呢 周公就让妻子 和自己一起来演示给大家看 那前面六个环节呢 都好办 可是这个敦伦这个环节 你懂的 实在没有办法 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了 对吧 那周公干 他老婆的也不好意思啊 那怎么办呢 犹豫之间 他忽然就看到一个葫芦 灵机一动 他把葫芦呢 破成两半 做成了原派的两个葫芦瓢 说敦伏伏之轮 懂得啊 就像这两个葫芦瓢合为一体 而且呢 要男辅女阳 这种姿势不用解释了啊 因为啊 男为阳 女为阴 男人为天 女人为地 这才能够符合 天赋地载的自然原理 天在上 地在下嘛 那么阴阳和谐 乾坤有序 就会多子多孙 所以啊 现在也有很多的 房谷婚礼 都会有一根绳子 拴着两个葫芦瓢 一阳一和 摆在心房 那这就是根据这个而来的 到了春秋时期 那孔子呢 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河景 演变到后来 就是我们所说的 喝娇杯酒了 那么这么一说 懂了吧 所以我们把夫妻之间 按照周公定的方式 来蹲夫妻之轮 就叫做周公之礼 这周公真的够操心的 感谢观看